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转发 科研是我的事业 只要我不放弃 没有人可以阻止我 如果原计划希望我继续 那么这将是我 最后一个私人物 作为医药的研究人员 要牢牢地记住 自己坚上的责任 作为一名医生 我要给我的病人们 带出希望 你是不是真的喜欢上邱佳宁了 作者人 你配不上我女儿吗 我觉得我们作为好朋友 没有什么事情 是不该说的 只要你交出原计划 我保证你和邱佳宁衣食无忧 原计划对于TKS的价值 只有五百万美金 二百国在邱佳宁 来 来 你叫起想干什么 邱老师 我辞职了 邱佳宁 你就这么认了吗 医药 它是关乎性命的东西 原理划试验 绝不允许任何人弄虚作假 你还想利用时间差 来修载你的数据 你以为只有你关心病人吗 没有做过的事情 能他让你诬蔑我吗 我必须要站住 不是为了我个人期待 而是为了整个中国科学界的力量 我必须要复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